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它是一块 corner block 然后Bowen North因为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社区 它是处于Bowen North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 首先Bowen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传统的社区 然后它的大部分建筑风格都是peach roof 然后brick veneer的这样一个风格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带入一些现代感的设计 但是同时我们又想保留一些 Bowen这个社区传统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 是选取了以一种现代的方式 用metal cladding来做这个肩顶的这样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第一个想法 是建造一个在花园里的房子 让人们拥有交通便利的住宅 以及就是坐在房间里面就能看到的花园绿洲 Hello 大家好 我叫张杨 是现在这个项目的开发公司 JJ Property Group的Managing Director 我个人的经历比较有趣 美国麻省理工博士学位 就是我公司而言 我更趋向于理性的一些分析 前年刚结束了一个在Glan Iris的一个22套的 这个项目我们当时在销售的时候也非常的快 因为比较设计的感比较强 然后其中有一个金顶公司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也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客户 这是比较巧的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事情 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的项目 目前主要的经历是放在了墨尔本传统的好的区域 也就是东北东或者东南区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属于东区的一个项目 也是属于一个联牌项目 同时我们还在Ionho Ionho East这些地方也有一些土地储备 做高端联牌 所谓的理想我觉得有几个要点 第一就是肯定环境要优美 第二就是一个社区要安全 第三个是一个是完善的配套 第四个就是当然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交通便利通勤 我们采用了非常多的大窗 落地的大窗 生活空间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绿化 跟它配置在大窗的外面 所以它的取景非常好 另外一个的话 每一套房子它是一个独立房 几乎都是一个独立房 它有自己的院落 所以那些景观是在这个方面的话 这个方面就是说在每一个房子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景观设计 来保证我们这个项目里面的 它的一个每一户 它有它的独特性 我们一直在在很多方向上 进行一些新的突破 包括这个项目里面就有很多 像智能家居 高端的智能家居系统 这是我个人因为对科技的偏好 这块地本身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 像我说的定量的分析 数据的分析 市场数据的分析 包括户型的分析 还有包括本身也是因为我们本身 对这些区域的一些了解 毕竟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区域 因为它的环境 安全性 还有周边设施 交通 种种因素 我们觉得这一块 这个项目是可以 做出一些好的产品 推向市场的 一定能成功的 BOWER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社区 一个非常好的社区 但是它那边的房屋 一个样式好比较还是比较一个老式的 所以我们想做一个比较现代的房屋 在那边很方便 然后空间使用空间也会更大 我们的材质比较简单 非常朴素 但是很高贵 因为我们用的铁 还是用的砖 都是非常相当相当贵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再配上一个绿纸 就是说我的房子 其实只是一个背景 房子本身没有那么重要 它给人一个感觉 一个家的感觉 我觉得更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个很高贵的一个感觉 我们营造出来 都是感觉非常重要 高端精品 有家的感觉 同时有很多的 所谓的科技的元素 我们就叫它都市中的 现代绿洲版